第六章 危机感 两头庞大的蜈蚣 个个都是数百公里长 而金甲蝎子却仅仅二十米长 就好似巍峨大山和蚂蚁的区别 哈 金甲蝎子的尾巴轻轻一甩 便令空气震荡猛的乍响 空间都出现一道道裂缝 而金甲蝎子那双血红色金石毛子 却是死死盯着罗锋中间王 吼 金甲蝎子猛的一声刺耳吼声 嘎 嘎 两头巨型蜈蚣 却乖乖叫了声 然后趴下显得恭恭敬敬 金甲蝎子缓缓爬着 却一直审视着罗锋中间王 罗锋也盯着那金甲蝎子 主人 这金甲怪物时实力很强 我和他只是瞬间交手 中间王传音连道 虽然他不懂得任何法则 可纯粹攻击上应该比一般锋芒 巅峰不朽还略强些 而他的尾巴应该是最强攻击部位 罗锋盯着金甲蝎子 传音道 发现他的弱点吗 没有 中间王道 之前和那巨型禁地护卫对战 发现巨型禁地护卫的身躯防御比较弱 我的箭矢能射穿 当然 这可能是因为藏有金甲怪物 所以当初设计时 那禁地护卫本身就复补防御弱吧 至于这金甲怪物 防御要强的多 要应付会很麻烦 主人和他们不适合硬拼 我们还是拖延时间 时间长了 禁地空间的通道 说不定我们就能发现 这样就能迅速离开 这些禁地护卫是没法离开 本身所在禁地空间的 嗯 罗锋仔细盯着 他总感觉 那金甲蝎子 虽然好似看着他和重剑王 可更多注意力是放在他身上 反而不是太在意更强的重剑王 吼 金甲蝎子忽然一声刺耳吼声 哄 哄 远处一直乖乖趴着 宛如两座蜿蜒山脉的巨型蜘蛛 忽然动了 同时飞扑向重剑王 当然因为他俩体型太大 而罗锋 重剑王靠的进 乍一看罗锋 重剑王都以为是两头巨型蜘蛛 是攻击他们 罗锋是立即双翼一阵躲闪开 重剑王也躲闪开 和禁地护卫硬拼 用火神圆精 燃烧不朽神力 太不值了 熬时间 熬到发现禁地空间内的通道 嘎 嘎 两头巨型蜘蛛怪叫着 竟然同时追杀向重剑王 一左一右 以他俩庞大体型 就仿佛两朵巨大的火红色云团降临 还有那密密麻麻 无数数十公里长的巨型镰刀 利爪 宛如刀林 笼罩向重剑王 重剑王体表 隐线中影 他可是蜂王极限强者 又有不死之身 还有子中护体 就算用最强火神圆精炸 甚至都难损其百分之一不朽神体 这两头巨型蜘蛛看似厉害 压制着重剑王 可实际上伤害不了重剑王一星半点 怪事 罗锋发现两头巨型蜘蛛全部围攻重剑王 也是一阵 好 一只盘踞在远处 盯着罗锋的金甲蝎子终于动了 说 那蝎子尾巴一甩 犹如一道金色闪电 直接窜向罗锋 先看看这金甲蝎子实力到底如何 罗锋也自信防御能力 加上金甲蝎子体型 不像巨型蜘蛛那般大 被巨型蜘蛛困住很麻烦 可面对金甲蝎子 金节二十米长的体型 罗锋只要一闪 便能随时逃掉 只见金甲蝎子 银甲银翼罗锋 一道金光 一道银光 瞬间在半空交手 腾 璀璨的银色 刀光长河 和那巨大的前爪撞击 而比前爪还要快的那蝎子尾 划过一道金色流光 直接刺向因为强烈撞击 而身形不稳 直接倒飞的罗锋 可罗锋反应也快 简单的一个羽翼 遮挡动作 吃 锋利的蝎子尾肩 何时无羽翼撞击 这曾经将封王极限强者 都直接撞飞的一击 罗锋受到这股冲击力 也直接化为一道银色流光 倒飞开去 至于金甲蝎子也是 踢到了铁斑 丝毫无损的是无羽翼 产生巨大的反振力 令金甲蝎子翻滚着往后飞了断 仲剑王说的没错 双翼猛的一阵 直接在半空骤然停下的罗锋 摇看金甲蝎子 金甲蝎子的尾巴 的确强得惊人 对付这种机械傀儡 使用肺魔毒液 是一点用都没有 那接我另一招攻击吧 罗锋手持血影战刀 瞬间化为一道流光扑去 好 金甲蝎子也是飞窜化为 流光迎接而来 硬碰硬 他是丝毫不惧 罗锋手中刀锋起 金甲蝎子那一双大前爪 也欲要抵挡 哗 罗锋的右翼猛的一阵 银色的事物羽翼 瞬间施展出了明月策 要知道 这原本就是为了羽翼创造的绝学 改造后用在刀法上的 一直警惕罗锋手中 战刀的那金甲蝎子 突兀遭到银色羽翼攻击 也有些慌乱 因为彼此距离太近了 罗锋是在超近距离下 瞬间施展的 吃 羽翼边缘 锋利无匹 作为至宝的是 无羽翼 边缘论锋利 甚至于超过战刀刀锋 哗 空间仿佛被无可匹敌的神灵 用彩指刀 轻易切开一道裂缝 一道银色流光 便沿着这条裂缝 掠过那金甲蝎子的身体 再碰触一瞬间 经过是无羽翼转换形成的 特殊的空间之力 直接钻入金甲蝎子体内 像不朽神灵面对着空间之力 身体也会遭到侵蚀损坏 而金甲蝎子抵抗方面显然也较弱 咔嚓嚓嚓 怪异声音 好似用炸刀卡断钢筋似的 金甲蝎子整个翻滚着倒退开去 表面金甲上毫发无伤 体内却已经产生损伤 可金甲蝎子却是翻滚着跌落 在远处沙漠中溅起一阵沙尘 一动不动了 嘎 嘎 远处一直围攻中剑王的两头 巨型蜈蚣立即猛地飞来 再也不顾中剑王了 飞扑来后 其中一名巨型蜈蚣 猛地张开嘴巴 直接吞噬那金甲蝎子的金属 随即看了眼罗锋 重剑王 接着便开始钻入沙漠中 两头巨型蜈蚣朝沙漠中钻去 沙漠中一阵凸起如洞 紧跟着便恢复平静消失不见了 重剑王飞来 落在罗锋身旁 这么容易就击败了 罗锋咒眉道 时刻观看罗锋战斗的重剑王连道 主人 我之前也只是和他的尾巴瞬间撞击 至于他身体抵抗能力不清楚 可能主人刚才一击 令他体内能量核心受到损伤了吧 毕竟体型小 攻击冲击力更容易传递到其能量核心 虽听到重剑王解释 可罗锋自己却觉得不对劲 重剑王那么多年都没遇到过这么麻烦的禁地护卫 我第一次来 进入的第一个禁地空间就遇到这等麻烦 还有 那金甲蝎子是重剑王引出来的 可是金甲蝎子却不去对付重剑王 硬是对付我 而且我能感觉到 金甲蝎子 巨型蜈蚣的眼神似乎是有了情感 他们是真正充满杀鸡 想要真的杀了我 难道我来到星辰塔 引起了他们的敌视 罗锋眉头微皱 他根据进入星辰塔的一切动静 在思考着 虽说能够感应到整个星辰塔 对他的无尽召唤 可却又无法认主 显然事情不像得到兵甲将甲王甲那般简单 而且像星辰塔这种 在浩瀚宇宙中战 在最巅峰的至宝 也不可能这么简单 越是接近胜利 就越得小心 星辰塔对我特殊 特殊代表两种情况 一种是对我友好 另一种也可能给我不下重重杀机 罗锋暗道 假使我是创造星辰塔 留下星辰塔的大能 也不会将这等至宝 随意给一个后备吧 难道仅仅运气 就能得到这等至宝 不可能 就算对浩瀚宇宙中 最巅峰的存在而言 星辰塔也算是 无比重要的至宝了 罗锋的心灵 或许会激动 或许会兴奋 可激动中依旧能冷静 明心见性 直指本心 该笑则笑 该激动则激动 该紧张则紧张 该怒则怒 一切顺从本心 却不代表 罗锋会被猪油蒙了心 不会以为自己 真的运气逆天 轻易就能得到 星辰塔这等至宝 如果真的这样 恐怕丢掉性命 也很可能 我有感觉 星辰塔 很可能是我的丧命之处 罗锋目光 扫过近地空间的沙漠 刚才金甲蝎子 蜈蚣 那蕴含情感的眼神 那眼神中的杀意 让他心中有些发寒 他发寒 不在于那近地护卫 而在 整个星辰塔 若星辰塔过去有主人 可能他的主人 便是那无明秘点创造者 我侥幸下得到无明秘点 难道说 这星辰塔内 就是对我这种 靠运气得到无明秘点的一次 真正筛选淘汰 罗锋按道 成功 生 失败 死 罗锋脑海中 闪过一个个念头 主人 主人 我发现通道了 仲剑王连喊道 将思考中的罗锋 惊醒过来 哦 通道 罗锋朝四周看去 主人 在那边 仲剑王连在前面带路 错 很快来到远处 是在沙漠中央的一处 正有一沙漠漩涡 无尽的漩涡中 黑漆漆的 隐隐有着点点星辰光芒 这就是通道 像这种样式的通道 我也走过很多次 仲剑王连道 嗯 罗锋点头 走吧 当机一步 坠入这沙漠漩涡中 我看了 是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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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